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老師帶同學到實驗室做實驗的 實驗桌上放了這個上癮天瓶 放了這個天瓶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涼桶 這個是涼桶 大雄用涼桶裝了一些水 裝了一些水的話 發現他水位在這裡 這個是水位的那個最低點 我們知道那個水他有表面張力 所以這個表面他會稍微凹下去 凹下去的話你要堵的話堵什麼呢 堵這凹下去的那個最低點 堵這裡 然後水平看過去 大雄用涼桶裝了些水 如這個圖 則大雄應將眼睛對準哪一條線來測 應該對準C這條線 這條線的話指的是那個 這個水面 他的這個 最低點 這個最低點這樣看過去 所以應該呢 由C這條直線看過去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C 第一小題應該要選C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他說 如果你是大雄 應該進入幾個ML 那這個刻度的話 每個小刻度是一個ML 那他讀過去的話是20ML 20ML 不過你要有個估計數字 所以你要怎麼記 這是20ML 那你要怎麼記呢 你要記成20.0 這是個估計數字的ML 我記成20.0 好 所以呢 第二個 第二個答案是20 再來我們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的話 他是說 老師拿了一顆石頭 給大雄 請大雄用天秤測量石頭的資料 請問大雄 應先對天秤做什麼 做歸零 這個上秤天秤應該給他做歸零 讓指針能指到中間 好 那這是歸零 這是歸零 歸零 這樣看第四小題 測量完後 天秤右盤 右盤 這是右盤 這是左盤 右盤中有50克的滑碼 一個 50克 5克的滑碼一個 5克 2克的滑碼2克 2乘以2 還有200毫克的滑碼一個 200毫克就是0.2克 0.2克滑碼一個 好 那指針恰指在中間 指和石頭質量多少 那你就把它算一下 算完以後 這是59 59.2 這是精確的數字喔 不過你要看指針的話 你知道嗎 你看還有一位那個估計數字 所以要這樣計 59.20克 59.20克 好 那這是59.20克 這是估計數字 這我們看第五個 我們看第五個 接著大雄將石頭放入上土的這個兩桶中 把石頭放進去 結果水面上升至40毫升 從20克 從20克上升至40毫升 所以 V是等於40克減掉20克 所以 那個 石頭體積是20毫升 20毫升 石頭體積 石頭密度 這是20毫升公分 就是石頭質量是 59.2 他除以20 所以這樣多少呢 這樣的話 這59.2 除以20 這是2.96 2.96 1.96 6.12 3.96 3.5 6.6 6.6 9.7 9.7 9.9 9.9 9.9